据2月17日贵州广播电视台公共频道消息 云南大理云龙县12岁双胞胎兄弟已被找到 当地县政府工作人员称双胞胎兄弟 是17日九十许被找到的但已不幸身亡 救援指挥部正在现场做进一步鉴定 此前云南大理已对12岁的双胞胎兄弟失联 当地曾组织上千人通过多种方式寻找两人 失踪当天姐姐带着他们上山放羊 因两人顽皮姐姐教训了两个弟弟 之后两人变失联了 目前相关部门正对包括两兄弟 子音等在内做进一步调查